对 我是觉得是 是不是就吃点感冒药就可以 吴老师怎么 卡没了 吴老师好像掉了 掉现了 行 我退出去了刚才 对 吴老师问您一下 就是这个课是有录屏的 对吧 对我刚才 孟琼是有录屏的是吧 那您看如果不方便我关掉它 宇辉你觉得录不录 没有我是希望录 好的 录了以后能方便 给我这边分享 一定的 肯定的 有的学校 不希望课外 有的学校是这样 是吧 有的学校不希望他上课的视频 到外面去 我遇到了 我这个没问题 行行行 没什么敏感话题 主要你这个主要是对你这个话题 他对你这敏感的 他不敏感 关键是 对 这个有的敏感分层次 有的是我这个是比较含蓄 对你的敏感的 他不敏感 他就不敏感了 对对对 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隐文写作那种包装的很抽象的词 等你想明白之后 我已经敏感好久 敏感了 行 哎 孟琼 差不多 咱们时间到了 同学们都到了吧 哎 吴老师 江老师 我们开始吧 好嘞好嘞 那各位同学 早上好 玉惠早上好 那我们 今天的这个 博士生的学术前言课呢 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华东师大的江一辉教授 来给我们做这个单 这个板块的算是把这个板块的第二讲了 这个板块第一讲是李洋老师 就是我们 最后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三个板块 就是我们学术前言的这个影像图像 学术研究前言 那么未来这个板块呢 会有四位老师来 给我们做他们的 近期研究的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么今天 吕辉老师非常感谢 能接受我们的这个邀请 来给我们北京电影学院的博士生 来做这个讲座 那么之前我们发了课表了 大家可能都已经对于江一辉教授的生平履历 都都查了个底调 我在这里就不不啰嗦了 那宇辉教授是当下 当当下中国最活跃的 并且锐智且有造诣的青年学者 那么在很多场合上 我都听到了他关于电影哲学 影像艺术研究 包括游戏等等相关的 与视觉文化和视觉的电影哲学相关的 一些很精彩的这样的一些讲座和一些观点的分享 我想今天的课可能会对同学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那么在此就话不多言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江义辉教授 宇辉有请 好的那感谢吴老师 感谢各位同学 那我分享一下 刚才吴老师已经介绍了 有一点这个不感到 那我最近跟吴老师开了很多会 但基本上都是在线上面 然后也是对当代这个电影 尤其中国电影研究的一些前沿的话题 有一些了解 所以吴老师来找我讲这个主题 其实我是有一些忐忑不安的 因为我毕竟只是一个哲学的学者 那我只是从电影学的这个周边 或者外围提一点不恰当的一些观点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感兴趣 就听一听 如果觉得很没意思 或者说跟你的研究没有什么相关性 那就听听玩玩就好 当然就是说这个主题 这个板块刚才吴老师也介绍了 叫做电影研究的这个前沿 但这个我是不确定的 因为我研究这几个主题 包括我今天要讲到的像 偷电影 偷人类 跟后媒介 我觉得是比较前沿 但是毕竟我不是在电影学这个专业里面 可能跟大家理解的前沿有一些差距 可能大家更喜欢谈一谈电影史 导演或者技术或者产业 对吧 包括数字媒介等等 但是我对电影前沿的理解是 它跟哲学的前沿是有些交集的 我是从哲学上推到前沿的问题 然后反过来 在电影的领域里面去找一些沟通或者对话 所以呢 可能我的前沿跟诸位专业领域里面的前沿 也有些差别 所以这也是一点 首先我们 我不知道 那个吴老师 这个课是上多长时间 博士多长时间 你们一般是上多长时间 姜老师咱们一般是咱们到三个小时 然后中间您休息两次 对 休息一次或两次 根据您的习惯 好的 三个小时的话 九点到十二点 十二点啊 对 那正好三个板块 挺好挺好 正好三个主题 好的 那看这样好不好 就是我讲完一个主题 然后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 因为如果都讲完的话 三个小时 我估计很多同学就睡了或者退了 好吧 我就先讲完一个主题 后电影 比如说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啊 或者讨论一下 好 那我就先从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后电影开始 不对 应该是从后人类开始 因为后人类是一个哲学的 然后我们再谈一谈 后人类社交之下的后电影 然后再谈后媒介 好 开篇呢 还是先讲一下 我为什么要对电影感兴趣 因为呢 有很多的这个 也有哲学的学者呢 他喜欢谈电影 但是呢 有的人呢 他只是觉得 在这个文本里面 涉及到哲学的 涉及到电影的背景 然后他 就是跨出去 去谈一下的 他没有什么 直接的兴趣 我看过很多人去谈那个电影 从理论角度 那有的时候 谈谈这个电影的故事 有的时候呢 是把这个电影拿过来 讲一讲哲学的道理 但是我自己对 电影这个喜爱 或者说跟电影的因缘 那真的不是一般 我接触过的这个哲学圈里面 这些学者 我敢这个非常丝毫的说 我是最爱电影 虽然不一定是最懂的 但是我可能是看的电影 绝对比一般的哲学的学者 要多很多 我从电影史 我甚至从最早的 不说火车近战吧 就是很早很早 像是《胡商验尸》啊 甚至像那个《梅里安》电影 我都看过的 然后一直到晚期 最近的电影 像诺兰什么 基本上都看过 但这几年因为学术比较忙 所以可能片看的就比较少 再加上又有疫情 也很少去电影院 所以可能跟电影的这个 就稍微有些疏远 但是我在读书的时候 尤其是研究生啊 博士 甚至在法国读书的时候 那基本上是每天一部啊 所以虽然我不敢说 像特里弗那样 他说他喜欢了两年 看了两千部电影 但是我觉得我在读博的时候 基本上可能一半的时间 也都是在电影 跟摇滚中度过的 所以我对电影的因缘 是非常非常深的 我不是因为 仅仅把想法这个电影 打过来 作为一些案例 生动的案例 来上上课或者写起文章 我是真的在电影里面 获得了很深的那种触动 甚至感动 所以很多我的这个论文里面的题目 也都是来自 可能就是电影里面的一个尽头 或者说电影里面 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或者某部电影 它给我所带来的最深的感动 那我记忆之中 非常非常深刻的 就是我看过很多遍的电影 像四来下的 这是我的影史第一 Top 1 很多同学可能不同意的 是比较蔑视 但无论怎么样 我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论证 为什么特里福的这部电影 力不仅仅是他的 也是整个影史的第一位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第二像 塔克斯基的这个镜子 当时我还是买的这个第五 那个第五后来看烂了 光区都看坏了 然后我又去那个 复旦对面有个碟店 还有名字 大家知道叫2046 我又买了这个第九 买了两张收藏 所以这个镜子也是看了 大概不像十遍 20遍没有 但十几遍肯定有 还有包括像 安东里奥尼的这个红色沙漠 也看了很多遍 甚至我这两年 写那个大脑电影的时候 还把安东里奥尼 他的这个自己的传记 包括他讲 颜色啊 电影啊 故事啊 叙事那些论文记忆 都找来看了 包括还看了 大量的安东里奥尼 研究安东的 二手的研究作品 所以安东也是我 非常喜欢的一个导演 他也引导了我 对电影的理解 包括对电影哲学的理解 这个红色沙漠 包括它里面 很多很多经典的镜头啊 包括在那个 那个码头 上面一片大雾里面 就是这个女主突然 回过脸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些镜头会常常的 久久的就是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它并不仅仅是一个scene 一个镜头 相反 它是对我来说 是整个世界的一道光亮 或者人生的 一种深刻的启示 我会不断地回到 这个原初场景 用所有的 用这些场景来引导我 去思考 自己的人生 跟这个世界 比较近的像 我看的新片啊 像那个维也舞那 看很多 龙猫我其实也看了很多 动漫我也是很懂的 基本上日本的动漫 包括日本的游戏 我都很熟悉 还有就是像 达内的电影 其实这两年 对我都很小 不是这两年了 就是我独博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罗塞塔 我第一次看到 这个罗塞塔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 非常非常强烈的震撼 就是我从来 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 一方面 它是追身的这个拍摄 还有就是 我觉得电影 可以拍的如此 真实 真实到可以接近到 让你觉得这个窒息 你看到这个女主的时候 你根本不觉得 他是在拍电影 或者演电影 所以这是给我开创了 全新的一种 观影的体验 那罗塞塔也让我 重新的思考 影像跟现实的关系 包括影像 跟我们人生的关系 那我可能明年跟 这是哪里 我忘了 上海有两个艺术家 他要做那个达内 兄弟的这个回顾展 那我也可能会在现场 做一个点评 或者对谈 就在上海有一个影院 在哪里 尤其是在哪 所以这个是我 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当然也是对我的电影 也有巨大影响 导演 好 那我们就 就续一下旧之后 我们就进入主题 我们先谈一下 这个后人类 从后人类到后电影 第一个板块呢 我先介绍一下 我对后人类的理解 然后呢 我根据这个理论的背景 去谈一下 后人类作为哲学 跟后人类作为电影 他们二者之间 会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好 第一点我们先看一下 POST 这个词 那么这个词呢 大家看了 因为我在标题 出现了三个后 第一个是后人类 POST HUMAN 第二个是后电影 POST CINEMA 第三个是后媒介 POST MEDIA 那后人类当然 从HIRES开始 有很多哲学家 或者人文学者都在谈 后电影呢 主要是卡赛帝 包括还有一些 SHAVIRO 美国的一些学者 他们提出来的重要的 一个 新进的一个概念 包括后媒介 其实就是马诺维奇 这个大家可能 最近用的不多 但是我刚写了一篇文章 把这个 马诺维奇的这个 后媒介 把它重新的产生了一下 所以这三概念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 它们都是从后开始 它也启示出 我们对人类当下的 这个现实 包括未来的发展 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视角 首先我解释一下 关于后期 是我们可以 从三个不同的维度 来入手思考 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 经常会遇到各种 包括后现代 后工业 后历史 大家可能在看了文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 那你就会想 这个post这个词 到底表达了一种 什么样的含义呢 表达了一种对历史 或者说对人类社会 什么样的见解 或者看法 第一个就是 非常非常明显 很自然 很直接的意思 post就是后 就是前面的阶段过了 然后我们要进入到 下面的阶段 然后前面跟后面 这两个阶段 其实是连贯在一起的 就像我们说后工业 那么就是在工业社会之后 人类的经济 人类的产业 又进入到下一个 全新的发展阶段 那么跟信息 跟网络 跟数字的一切在一起 那它是一个产业的 下一波升级 对啊 它是个连续的一个发展 包括像后现代 其实也是这样 后现代 大家读一下 利奥塔写的书 它不是说是一个 整个现代社会 或者现代性终结了 崩溃了瓦解 完全不是 它是说 后现代是 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然后把现代社会 它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能力啊 或者可能性 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关于POSE的 第一个含义 其实是我概括 可能不太恰当啊 这不是一般的进化论 它可能叫做一种 发展或者演化论 Evolution Progress Progress这个是稍微好一点 它强调的就是 人类历史呢 是不断像车轮一样 像河流一样 不断向前去推进 所以呢 总是有个阶段要被超越 总是我们要从前一个阶段 进入到下 人类历史呢 就是像火车一样的 一个车厢 一个车厢的 不断往前推进 一站一站 不断往前去走 所以我们经常要进入到POSE 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进入到明天 进入到未来 所以当我们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后人类啊 后电影 或者后媒介的时候 其实没什么担心的 因为当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 我们只是说 人类进入到下一番 这个阶段 对 之前的人类是工业社会 然后呢 是以这个 主要是以文字啊 或者说以符号 以这个抽象 概念思考为读导 但是进入到后人类之后呢 可能是以信息 以技术 那可能是以 更不同的媒介的平台 展开思考的方式 包括当我们谈到后电影 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从进化论 发展论的角度来看 那后电影 其实并不是电影的终极 也不是电影的死亡 它只是电影 进入到下一阶段 从胶片到数字 对吧 从电影院到屏幕 然后呢 从以往的那些 相对专业的 这个比如说工作室啊 或者说制片厂 然后到今天 它跟游戏啊 跟其他各种各样的产业 有种融合 convergence 但这没有什么可怕 对吧 电影不断在发展 那电影史上 大家谈到电影 这个死亡 也是一次又一次 但是电影从来没有死 所以随着Pose的 这个节奏 电影还想进入 下一波 全新的发展阶段 那后媒介也是这样 人类的媒介 就是一波 就一波一波 之前我们是用羊皮纸 用主剪 然后是用这个白纸 paper 然后今天我们是用屏幕 未来可能都不用屏幕了 用全新影像 沉浸式的 元宇宙的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种进化呀 所以从第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Pose的根本没有什么 伤心啊 或者断裂啊 痛苦死亡的含义 它就是一个 人类的电影也好啊 媒介也好 它不断往前发展 但第二种含义就不太一样 它强调的并不单纯的是一种连续 它强调的是呢 我们不能只看着未来 我们也不能 不能只说人类历史 就是像一列火车一样 哼隆隆的 一股脑子向着未来去冲过去 相反 真正的历史是不断回复的 不断循环的 当我们去展望未来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回到过去 去想一想 过去还有哪些东西 我们被遗忘 被压抑了 被遮蔽了 被排斥了 我们通过这种 回到过去的运动 这就circle circle 循环的 往复的运动 我们试图把过去之中的 只是这两年 就是我一直以来 可能对 post的一种理解 我认为post既不是连续 也不是循环网复 相反真正的post 就是一种断裂 就是过去的死亡 跟未来的新生 就是在过去跟未来之间 其实是隔了一个gap 隔了一道深深的 裂痕或者伤害 那过去跟未来之间 不是连续的 也不是说当我们回到过去 就能找到 向着未来前行的勇气跟动力 相反我更强调的是 当我们进入到 这个post时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夹在 过去跟未来之间 左右彷徨 左右为难 当我们像过去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一片疮痍 或者说一片废墟 当我们遥望 这个未来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的是一片 未知莫测的 陌生的前景 所以人类 当它站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其实它是彷徨 它是迷惘 就像大家很熟悉的 我举过很多次 黑泽民 大倒这个电影乱 最后一个镜头 那个盲人的乐师 他拿这个 那个 触摸这个手棒 他不断在这房上 已经快清 他这个房屋上面去走 然后他马上要走到 这个房屋的这个边缘 马上掉下去 然后就在他要马上 掉到这个边缘下面之期 他停了下来 他战战兢兢停了下来 他想一想自己 是不是还要迈过去 所以我谈到的否定性 也是这样一个海 它不是连续的发展 也不是循环往 相反我更强调的是 在过去跟未来之间的 这种断裂 否定 由此给人类 在处于这个阶段的人类 带来的剧烈的创伤跟苦痛 当然这些词呢 也不是单纯 是我自己的一乡情感 自己下发明的 相反否定性呢 是来自像雷贝纳斯 创伤啊 苦痛啊 这些东西都是来自 对 巴丢也是我很重要的 一个参考人 但是呢 我还写了一篇文章 不知道这个 同学有没有听过 我之前在川大讲过一次 我就对比德罗斯跟巴丢 巴丢是讲否定的 德罗斯是讲肯定 affirmation跟negation 但是呢 我觉得巴丢 我为什么谈不多啊 就是因为 在搞了一堆数学的东西 这我本身数学不好的 我一直学的是文科 我要数学好的话 可能现在就不搞哲学了 但是呢 我觉得巴丢谈的一些 关于否定性啊 关于断裂的东西啊 还是很重要 包括大家也都知道 在巴丢的哲学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 就是Voy 就是空的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只是 把它的概念借用过来 然后阐释一下我对后人类 后人类的理解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回到这个后人类 它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之中 然后我们回顾一下 上面的三个不同的独排 或者说三个不同的方向 第一个呢 是发展论 第二个是考古学 第三个是断裂论 否定论 这三个呢 都能够在不同的 理论的文本里面 找到坚实的依据 所以我引用一下 因为咱们上课嘛 要有根据 不能信口开河 那么关于发展论啊 或者说这个进化论 其实最典型的论据啊 论证就是 莱斯林海尔斯 他的这本经典的书作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这也是整个 后人类主义的奠基之作 那我们直接跳到 这本书的最后一页 最后一段 甚至最后四行 你仔细品味一下 他在这里说的这个意思 他说 尽管一些流行的说法 认为后人类 是反人类的和毁灭性 那比如说 我可能自己 就是这样去认为 我更强调的是 后人类是一个毁灭的一阶段 是一个末世 是一个终结 是一个人类 必须要用巨大的勇气 去迈过去的一个坎 一个深渊 不一定反人类的 但是肯定是毁灭性的 所以 海尔斯那个时代 其实已经很多人 对后人类抱一种 否定性的 或者断裂性的看法 但是呢 海尔斯老师马上 比风一转 后面说 但是我们可以精心勾勒 另一副有助于人类 和其他生命的 长期生存的途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用那么悲观 对啊 这个科技 可能技术会给人类 带来巨大冲击 但是我们可以迈过去 就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 几千年 甚至几万年的时间 我们经历了 各种各样的灾难 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是我们都过来了 有什么要紧 人类历史并没有中断 人类也并没有终结 我们说末世 也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在人类历史上 一次又一次的末世 从黑死病 到这个千禧年 对吧 所以 凯尔斯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我们看到 后人类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进入到一个 新的一个末世 面临了一个 旧人类的死亡 和新未来的起点 但是 海尔斯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把后人类 当成是一个 人类面向未来的 长期的延续的 生存发展的途径 所以 海尔斯是进化论 或者发展论 非常非常乐观的 一个坚持者 包括最后一句话 是很有诗意的 但是 我读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 深刻的触动 感动 我觉得这是一种胸怀 虽然我可能对后人类 对海尔斯这一套 今天 可能不是很认同 但这本书写的 真的是太才华 而且很真实 它表达了 在当初的那个时代 面对着科技变革 这个时代 很多理论家 他们心目之中 对于人类未来的 一种渴望 一种希望 甚至是一种 坚定的信念 一种believe in the future believe in the human beings 这就体现在他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 对于其他的生命形式 不管是生物的 还是人工的 我们都愿意跟他们 共享这个星球 甚至我们自己 所以对未来 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恐惧 可以有适度的 适当的 但是我们最终要对未来 要对人类未来的 长期的生存的图景 有一种终极的信念 我们毕竟还是可以 迈过这个坎 我们人类还是可以延续自己 生生不息的 面对未来的 生命的节奏跟步调 所以无略未来的 这个生命形式 你脑子上面插了多少管子 你的生命里面 有多少机器的这个改造 它变成什么生化人 赛博格 无论这样的发生 有多么的剧烈 有多么的彻底 但是那仍然还是人类 当我们遥望未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 那是人类的未来 那是属于人类的未来 而并不是一个末世 并不是一个终结 所以大家看 这是当后人类 刚提出来的时候 像海尔斯这样的 代表性的思想家 他是有非常强烈的 乐观的希望跟信心的 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他在这里给出的图表 这个图表对我影响非常大 但可能这两年用这个图表 用的比较少 但是大家可能熟悉 我一开始的这个文章 我在我什么战望电影 或者说电影艺术的几篇文章 我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图表来写 所以海尔斯这本书对于我的 不是说所有的哲学 就是对于我的电影哲学的研究来说 绝对是奠基性 我今天还是时不时翻开他这个书 每次翻都会有新的这个洞见 或者启示 所以在这里也是表达一下 我对海尔斯老师的深刻的敬意 他一个包括爱尔赛瑟一个 这两个是对我的电影哲学的研究 有巨大影响的前辈跟导师 我们看一下海尔斯这个图 大家可能都熟悉 都看过这个图 你会看他首先是上面两字 那一个是物质性 一个是信息 那为什么这两集要对峙呢 那就是因为物质性跟信息 它是彼此分离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极点 物质性趋向于极致的时候 就表明我们的人类 还是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之中 那我们还是有真实的肉体 我们还是要过肉体的生活 我们是一个flash 我们是一个body 但是信息恰恰是对物质性的 最强烈的一种否定 你可以想想当整个世界都变成信息的时候 那就证明什么 那就证明这个世界的物质性已经不重要 信息啊 信息就是可以脱离它的物质载体 自由流动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一个信息 它可以在你的脑子上面成为思考 它可以转移 它也同样可以转移到 其他比如说电脑 服务器上面 变成代码 无所谓 都是同一种信息 所以海尔斯当他讲到 物质性跟信息的对峙的时候 他强调的就是这样 当人类有物质性的时候 它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 当这个世界越来越转变成信息的时候 我们就越来越进入到 那个叫做Virtual Reality 或者Virtual World 虚拟现实 虚拟世界 元宇宙 所以从物质性的宇宙 到信息元宇宙的进化 这个是人类历史的来看一条垂线 就是它可能是引导人类历史啊 从过去当下到未来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 当原这个海尔斯他讲的 并不仅仅是这样两个级点 这个贯穿的一条线 相反他在这两这个线 这两级 他画了一条垂直的一条线 就是从突变到超现实 物质性跟到信息的转化 可能是人类历史的总体趋势 但是呢围绕这个历史的总体的趋势 我们还看到突变跟超现实 这两级之间的相互互动 那么这两级呢 就是带有着更多的一些不稳定 或者不确定 甚至各种各样的风险跟危险 比如超现实是什么呢 超现实就是物质性跟信息之间的边界 开始变得模糊了 开始变得不确定了 当然我们用这个hyper reality 大家可能都熟悉鲍德里亚的 鲍德里亚是讲那个超现实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法国理论 比如他讲啊 整个人类世界越来越虚效于超现实 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罪行 他有本书叫做完美的罪行 什么呢 就是虚拟世界开始谋杀现实 我们开始分不清 虚拟跟现实之间的边界到底是在哪 我们开始就是把这个虚拟的东西 比如说数字世界 网络世界手机里面的信息就当成是真实 然后用这个东西去取代 所有我们以前跟物质性 跟时代性相关在一起 就similar就是这个东西的 那反过来说呢 还有一集 就是左边那个突变 你可以说这个超现实 是更多的跟信息叠细在一起 是信息发展到极致 它开始吞没物质性 这是右边这一集 但你会发现这个突变是什么呢 突变是趋向于物质性的 大家都熟悉这个突变这个词的 Mutation 它实际上是更多的是在生物学 或者进化论里面的词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生物的这个 最基本的基因的复制 它并不是机械的 非常精确的复制 染色体 XY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 为什么这个生物会有各种新的这个形态 或者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物种 诞生出来 就是因为基因在复制的过程里面 它会出错 所以它会导致各种各样的Mutation 突变 就是没有原因 突然发生了一种变化 你说这个基因它想犯错吗 或者说它故意想制造各种各样的错误出来 也不一定 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想 它背后的原因是 但是它就变化了 它在这个自己的复制的过程里面 就产生出各种各样 不可预测的各种各样的错误 所以突变是跟物质性结合在一起 它是物质性的演变过程之中的 各种各样出现的 偶然性 断裂 错误 Eros 所以这个图实际上 应该大家应该这样看 就是物质性跟突变 联系在一起 然后信息跟超现实联系在一起 突变是物质性的极致 突变就是告诉我们 物质性还有各种各样的力量 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的把这种力量把它穷尽 它可能在任何一个点上去暴力出来 去瓦解 去中断 我们任何线性的历史的过程 那么超现实呢 是信息的极致 当信息发展到极致的时候 它就会把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 实在世界把它拖抹掉 所以这就是我 引导我思考的很重要的一个图表 这四级的关系 包括就是凯尔斯在这里提出的 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危险 物质性发展极致的时候 整个世界会瓦解 信息发展极致的时候 实在的世界会消失 那么我们呢 我们夹在这个过去跟未来之间的后人类 就是在这四级之间 有的时候在场 有的时候缺席 有的时候偶然 有的时候确定 不停地震荡 所以这样四级的关系 错综复杂的 这样一个图表 这样一个晶体 才是 应当我们去审视 后人类状况的 一种真实的模式 所以你也不能说 人类历史就 面向未来的时候 一定就是希望或者绝望 一定就是天堂或者地狱 海尔斯会告诉我们 后人类的时代 是一个危机跟契机并存的时代 是一个希望跟绝望并存的 像或者说相交织的这样一个时代 所以呢 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 深入地去理解 这个时代的 错综复杂的这个力量 这个图表 我今天看起来还是非常差 而且很精准 因为它围绕物质跟虚拟 这两级 然后谈到了突变跟超现实的 两种最极端的危险的可能性 然后呢 在围绕这四级 谈到人类 在这个后人类的场域里面 在这个四角的这个图形里面 能够做些什么 在场 趋向于真实 缺席趋向于信息 随机趋向于突变 模式趋向于超现实 我们就是在这个四级里面 不停的震荡 包括大家今天啊 很多学者 我看他去 其实也是在 最终还是在这两集之间 不停的摇摆 我看过很多的这个老师 或者学者 包括同学 他写后人类的时候 还是在物质 信息之间 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的权衡 那海尔斯已经给大家一个 不要权衡的 我们就是夹在当中 他就是模糊的 他就是复杂的 他就是需要我们 在这个漩涡之中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力量之间 去进行一种 充满希望 但是也充满危险 选择 你没有办法面对未来 给出一个 终极的一个答案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 第一点 所谓的计划论 就是面对未来 还是要有希望 虽然在这个希望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也要 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 迈过各种各样的障碍 但是呢 最终人类的这个未来 还是光明的 还是美好 人类的历史 还将非常顺利的进入到 下面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呢 反过来 如果我们看媒介考古学 这是艾尔赛瑟 著名的荷兰的电影史家 电影哲学家 也就是我再次赞美一下 艾尔赛瑟是我看过的 最终哲学的 之前有人嘲弄我说 他说我是哲学圈里面 最懂电影的 电影圈里面 最懂哲学的 但是 我觉得艾尔赛瑟 人家真的是 既懂电影 又懂哲学 那比我强多了 所以这本书 也是给我的研究 带来巨大的影响 大家看这本书的标题 就叫做 Film History as Media Archaeology 就是电影史 它作为媒介考古学 然后呢 大家仔细看一下 它的副标题 Tracking Digital Cinema 就是我要重新的去追踪一下 重新的去描述一下 数次电影 它的发展轨迹到底是谁 首先呢 就很多人会觉得 数次电影是一种 极端的断裂 好像当数次这个东西 进入到电影史 成为电影的一种 基本的创作 或者制作的手段的时候 它标志着电影的 又一次全新的死亡 所以艾尔赛瑟这本书呢 它一开始是从 这种极端断裂的视角 来入手的 它会说 数次转向 一开始呢 是作为一种 Radical Rake 极端断裂 就是从 胶片到数次 从赛瑞瑞 然后到这个信息 或者说到代码 这个是整个电影史的 一个终极的断裂 之前是一段历史 之后呢 是未知的未来 那么当下的电影 为什么叫做 Poster Cinema 它好像就是夹在 这个过去跟未来之间 有点这个左右彷徨 有点这个 无所适从的那种感觉 既焦虑 但是又充满希望 既对数次的未来 充满憧憬 但是又很怀念 过去 胶片那种温暖 和它那个深度 甚至包括它那种触觉 那种体验 所以当数次电影 刚诞生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恐惧 是不是数次电影 就是洪水猛兽 是不是当我们今天 所有的电影 转向数次产业之后 转向数次平台之后 这就标志着 我们以往关于电影的 所有一些美好的想法 一切本质性的特征 都土崩瓦解 都面临终结 数次是不是就是 一个深深的一个get 一个深深的一个裂痕 它打乱了 之前所有电影史的发展 然后进入到了一个 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们自己也把握不明白 不明白的 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所以这是 艾尔赛瑟一开始所提出的 好像大家都会有的 当数字电影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的焦虑跟彷徨 但是艾尔赛瑟接下来 他给出了 他从媒介考古学的 这个视角出发 他给出了一个反思 甚至说也可以说 给我给出了一个 悬心的一个解释 只是历史的发展 它并不是单纯的 像一个火车 或者说一条河流 不断的往前去推 不断的往前去冲 就好像是一条线 从起点到终点 当中没有任何的停顿 也没有任何的回复 相反他会认为 真正的历史 它不是单方向的 它也不是单纬 甚至也不是单层次 就像大家可以直接想想 考古学这个词 当你想到考古学的时候 你首先脑子里面 出现的形象是什么 就是挖掘 那么为什么要挖掘呢 就是我们要在 我们看起来 我们踩的非常坚实的 这个大地之下 我们又挖出新的一层 当我们挖出新的一层的时候 历史就变化 对吧 比如说你在你站的 这个房间下面 你挖出了一个 唐代的一个头块的 然后突然发现 那就传心改变了 我们对历史啊 线索时间分布的一种认识 然后过两年呢 你在这个唐代这一层下面 又挖出了一个 更早的一个时代 或者说更晚的一个时代 又再次改变了 你对整个历史的这个看法 所以数字转向也是这样 数字转向不是说 单纯的在线性 这个历史上面 我们弄出了一个缺口 或者斩断了一个 一个裂痕 相反呢 数字这个转向只是标志 我们应该更深刻的去认识到 电影史 它本身包含着 各种各样的深度 各种各样的层次 电影史也不是单纯的 从早期电影啊 然后到后面的这个 比如说新鲜主意啊 新浪长 然后再到后面 到好莱坞到数字 不是单纯的 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 再到下一个阶段 不是的 电影史它也是各种各样 不同的力量 各种各样不同层次 交织在一起 相互叠织在一起 我们在一个时期的电影里面 会发现不同的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时期 可能复增复杂力量 都交织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艾尔赛特 他提出这个电影史 作为媒介考虑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他要重新引入 像复杂性 多重性 可以 好的 我不知道 大家随便录吧 对复杂性 多重性 然后差异性 difference 这个 所以从这些角度 重新的去审视 电影史的发展 包括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艾尔赛特 下面的两句话 他说呢 数字电影既是一个 零度的空间 它确实是没有根基的 因为它超掉了所有 以往历史之中 对于历史的各种 对于电影的各种各样的 就是当数字电影诞生之后 我们发现 以往在胶片时代 所有我们所理解的电影 比如说电影是什么 电影应该拍什么 电影的精神是什么 电影的手法又是什么 电影最终来自哪里 回到哪里 对吧 在胶片的时代 当我们看着这个安东 看着老塔 看着Ozu 对吧 甚至看着像水梅耶 看着这些电影的时候 我们对电影会有个全面的理解 我们认为电影就是这样 我们迷电影 Signified 我们爱电影 我们知道电影 它最基本的表达的是人文精神 它运用的是一种赛线 或者说是一种表现 但是当数字电影出现之后 它瓦解的是所有 大家注意 是所有一切 我们过去关于电影的 从数字电影开始 都开始被抹去的 都开始被抽去 都开始被消除了 所以艾尔赛瑟在这里 用了一个词 叫做去根基的 Ungrounded 就是数字电影 真的就像是一个 从天空之上降下的力量 突然之间打入人类历史 让你完全方寸大乱 让你完全不知道 未来在哪里 因为整个的过去 都已经被抽离了 整个的电影史 都需要被重写 所以这是一开始 大家对数字电影的 一个影响 它是Ungrounded 把它抽掉了 我们对电影的 所有的根本 Ground的各种各样的明显 但同时 艾尔赛瑟又提醒我们 我们不需要 由此就很悲观 也不要认为 这个数字电影 就是一个从零开始 完全从零开始的过程 正相反 它既是去根基的 但之所以我们要抽掉根基 那是为了重新进行 再一次的回反 再次回到电影史之中 去挖掘那些 在电影史的经典的版本里面 没有写进去 忘记写进去 甚至拒绝写进去的 各种各样的层面 你以为电影史 就是你看到那些方面了 完全不是 当数字电影出现的时候 它反而刺激你 去反过去去看 去重新去看奥兹 重新去看安卓 重新去看老塔 让你用一种 全新的视角去审视 你以前已经看过 无数次的电影 你突然发现 在跟数字电影的 比较过程之中 你又重新的认识到 这些电影里面 还包含着的 各种各样的能力 各种各样的力量 各种各样的 还没有被释放 跟创造出来的潜能 这就是一种 考古学的挖掘 你以为你站着 这个脚下的大地 就是一块大地 就是一块泥巴吗 没有 你再挖下去 你会发现下面有石头 再下面有陶罐 陶罐下面是水 水下面是火 你一层层层挖下去 你会发现 历史是永远挖掘不尽 那么数字 这个电影给我们带来的 就是这样一种 强烈的冲击 我们面对这样一个 洪水猛兽 面对这样一个 从天空突然降下的 天使跟魔鬼的时候 我们不是茫然失措 也不是彻底的绝望 相反 它让我们重新去想一想 电影到底是什么 过去的电影史里面 电影有哪些东西 我们还没有被认识到 有哪些方面 还没有被揭示出来 所以这个未来的冲击 数字的冲击 是让我们更好 更深的去挖掘 电影史 它那些深刻的 丰富的内涵 一层一层的 再挖下去 一个一个的维度 再打开 所以我这是 二塞色这本书 写得非常天才 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这本书我前前后 读过大概三遍 还是有很多地方 非常值得我去玩味 但是具体的细节 大家肯定都比我懂了 我在这里就不重逢 我只是讲一下它的道理 然后再看第三句 所以真正的媒介考古学 并不是说谜谷 也不是说以老卖老 说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 说数字电影是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不行的 拍的很烂 根本没有什么 传统电影的精神 或者意味 所以他们会觉得 还是旧的电影好的 还是老的这个片好看 新的电影没什么好看 这就是一种 对待新电影的一种 非常非常保守的 符醒的态度 这不是二塞色的意思 当二塞色提出 媒介考古学的时候 他不是说 新的电影不行了 我们还是去看 旧的电影 什么好莱坞 数字电影 什么动漫 这些东西不行 电影游戏 这些都不行 我们应该再回去 去看老塔子 去看安东 二塞色说的恰恰不是 这样一种复古 或者复辟的观点 他要强调的是 当我们从数字 这个冲击的时候 回去再看电影史的时候 要看到那些 被压制 被无视 被遗忘的 媒介的 别样的朱历史 看到朱历史 他在历史后面 首先他把历史小写了 然后他在小写的历史后面 又加了一个复数 对吧 他告诉我们 历史并不是单线性的 并不是一个过程 并不是单线的一个河流 一次旅程 相反 在历史下面 还有无数的 复数的小的历史 各种各样的 被遗忘 被压制的历史 需要我们 用考古学的方式 把它们再挖掘出来 所以在后人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是对人类历史 或者说对地理史的一次 考古学的挖掘 它不是单纯的进化 但是它也不是单纯的断裂 不是单纯的 ungrounded 相反 它是一个return return to the origin 你回到电影的真正的起点 一次次的想一想 电影本身到底是什么 What is cinema 用巴赞的 那个重音的标题来说 好 这是第二点 那我看完前面两个立场之后 我们再看第三个立场 第三个立场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断裂论 或者说叫做基点论 这书呢 大家都看 其实写的也挺浅 但是呢 虽然写是浅 但它很清楚明白了 交代了一个立场 就是人类历史 比如发展到现在 人工智能已经到超级 然后有大数据 网络也发展到一个 2.0啊 或者3.0 已经到元宇宙了 全景式 沉浸式 体验式 所以库斯维尔老先生就说 当人类再发展几十年的时候 它就不是线性的进化 注意 它不是线性的进化 它是一个几何的进化 什么叫做几何的进化呢 线性的进化是什么 一个自然数的序列 1 2 3 4 5 它是有秩序的 而且是连续的一步步往前推的 但什么叫做几何的进化呢 就是那个逆压 就是乘方 2的平方 2的三次方 2的四次方 2的五次方 对吧 它是一个爆裂出去的 它不是在一个线性的 这个秩序上面 一点一点往前推 相反是 说你这个进化 或者发展到了一个点上 它马上就像断崖一样 一下子向上 或者一下子向下 它马上中断了你这条线性过程 它打断了 它破坏了 然后全然的 突然的引向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叫做基点 基点就是在那个点上 突然发生了一种全新的暴力 而且这种暴力是跟你前面的连续的历史 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所以我是把 就是库斯威尔 或者说其他像 后面我谈到这几个人 甚至包括像列维纳斯 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否定派 或者说断裂派 因为他们对历史的看法 跟之前 比如说海尔斯 包括埃尔赛斯 都是不一样 他们不是说 沿着历史往前去推就可以 也不是说我们回到过去去考古就可以 不是 库斯威尔是说 所以当我们去展望未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是要往前冲 但是在冲的时候 你要做好准备 你冲到某一点 你冲到某一个地步 你突然就会发生一种暴力 而这个暴力是你自己 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也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 你只能被它带着走 你要么就被它带上天堂 要么被它推向万丈的时间 但是无论怎么样 这就是未来技术 给人类展开的命运 所以 你看这本书的标题叫什么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当基点临近的时候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 人类就将超越它的生物的身体 你那生物的身体都没有了 你不再能够呼吸 不再能够进食 不再能够做爱 不再能够繁殖 你所有一切 人之为人的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呢 你突然在那个基点之处 你会变成什么呢 你会变成天使还是魔鬼 你完全不知道 你在那里焦急的 不安的等待着 你等待也没用 因为最终主宰这个未来历史的 恰恰是技术 而不是你的技术 所以这就是这本书的标题 虽然看起来这广告词 说的是 很鸡汤或者很烂俗 但实际上这本书是有点像启示录 大家知道圣经的启示录 它是包含着非常强烈的 对人类历史的末世论的看法 就是当基点来临的时候 人类以往的过去的历史 都将面临彻底的终结 而人类的未来 跟人类的过去之间 是没有任何连续性 当我们在 比如说几百年之后 甚至说真的说 几十年之后 在看未来的新兴人类的时候 你会觉得 它跟你一点都不相似 它完全不是你的descendant 它完全不是你的后代 不是你的后裔 它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未来 而这个未来跟你自己之间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是站在历史的这一边 你是站在历史的废墟之上 去遥望一个 跟你完全不同 你完全陌生 完全没有办法去了解 跟把握的一个future 这就是所谓的基点 这就是这本书 或者说这个词 所带给我们的 那种断裂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我在后面前面 那个标题后面 要加上创伤 加上苦痛 那就是因为面对这样一个未来 有多少人会欢欣鼓舞 说快来吧 快超越我吧 大家可以想想Lucy的超体 那个电影的最后 对吧 Lucy这个人都没有了 身体都瓦解了 大脑都膨胀了 大脑都爆炸了 然后变成了一个宇宙计算机 从大脑里面出 引出各种各样的生物纤维也好 或者电纤维的光纤纤维也好 它跟整个宇宙都连通在一起 这个其实就是库斯威尔在这本书里面说的意思 他说人类最后的进化就是宇宙意识 就是你超越了自己的这个肉体的限制 你的大脑开始像阿凡达一样 跟整个万物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个宇宙范围的神经网络 你说那个还是人吗 就是如果不是人的话 那我们现在还是人的这些生物 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问我在座的同学 有多少同学愿意拥抱一个Lucy式会来 有多少人愿意在基点来临的时候 选择迈过这个基点 去成为一个新兴人类 后新人类呢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还会选择 待在基点之处 然后去守着自己的身体 去享受人类 还有的一些残存的温暖 那所以我是说 为什么这个基点或者断裂 会给人带来创伤 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恐怖 而且这种恐怖是不可弥合的 因为这个未来 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 你没有办法治疗你自己身上 弥合你自己身上这个伤口 因为这个伤口 它是有一种 你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去匹的力量 这是说笑话 好的 我看后面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后人类里面 就是前面我们讲库茨威尔 他其实不能算后人类 他自己也没有用过这个词 但是库茨威尔的这个断裂说 中断或者否定这个说法 其实在很多后人类的理论家的文本里面 会找到所重 我们看 我重点讲两个 你用两个思想家 一个是Croker 还有一个下面的是这个Rodden 他们两个在后人类里面 不算主流 但是他们确实提出了后人类的一种非常不同的观点 比如他既不是乐观的 进化的 也不是考古的 挖掘的 相反的强调的一种否定 就是人跟未来之间的断裂的关系 比如大家看一下 他在这个通向后人类未来的这个出口 他在这本书里面就说 其实人类历史的这个发展 最终是越来越快 因为当技术加入到人类历史之中之后 它会让以往的人类历史非常缓慢 或者相对缓慢的发展度 发生了一个几何式的一个加速的变化 就之前你会发现人类历史 我们经常用的词叫做上下五千年 幽远的历史 虽然可能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 这个五千年的步调开始加速 你会觉得人类在近两百年里面积累的 有些物质 或者知识的财富 要远远超过过去几千年 但是即便是这样 当数字或者人工智能大数据 他们加入到这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加速的过程变得更加的可观 或者说更加的超越人类的控制之外 所以在这个加速的过程之后 你会发现人类历史开始飘移了 他用了下面两个词 飘移 drift 这就跟大家开车是一样 但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在高速上面玩这个东西 你在游戏里面玩玩那个机品飞车 或者玩玩那个地平线就可以了 反正你撞了或者飘了 这个结果都无所谓了 飘了之后你买辆新车继续开 你撞在树上也无所谓 重新开始就可以了 但是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中 在真实的高速上面 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这样的结果是你非常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而且是一个灾难性的 恐怖性的结果 你想想你在高速上面一脚油门下去 240 300 甚至350的 对吧 然后你车你没法控制了 你不踩油门 你踩了油门你也控制不了 当那个车已经到300的时候 你踩下油门的时候 它可能不是马上停下来 它可能会发生一个 发生一些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测到的 要么偏移 要么飞起来 要么转个圈 对吧 所以当人类历史加速的时候 其实最后的结果也是 你踩下插车已经没有用了 你打方向盘 甚至你用手刹 什么都没有用 它已经加速 它已经失控了 它是一个脱缰的野马 它已经完全不在人类历史的步调之内了 所以我们叫做偏移 或者说飘移转 从你的既定轨道里面 去偏移出去 然后导致了一种 你自己完全未知 或者叵测的一种最后的结果 然后最后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肯定一直撞毁 因为确实车毁人亡 因为你最后你也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当它飘移出去之后 整个人类历史 它的未来等待人类的 就是一个深深的黑暗的毁灭的末世 跟Future 所以加速 飘移 撞毁 这个大家可以在高速上面想象出来的 一幕惨剧 其实正在或者真实在人类历史之中 在每个人的身上 也在这样发生着 也在这样降临着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对后人类可能要用 另外一种不同的眼光来审视 它既不是线性的进化 也不是对过去的挖掘 相反呢 它在技术加速的力量 那种加持也好 或者挟持也好 它最后的结果是非常恐怖的 或者说它最终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Anonation的 就是毁灭 就是湮灭 就是Apocalypse 就是漠视 所以后面很多的像 跟Erodon跟Arthur Croke 比较接近的后人类学者 他们都是持这种极端的 我们叫做漠视论的立场 甚至你看一下 海尔斯 那个谁 哈拉维的 他在Stainless Trouble 那个处理 他用了这样一个词 叫做Apocalypse Now 当下即漠视 当然哈拉维他总体来说 他是一个乐观女主 包括他提出的 这个科苏鲁记 其实是在幻想一个 万物共生的 生命的美好的未来 但是呢 他在这本书的开篇 他也谈到 虽然对于未来的 这个畅想是美好 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当下 确实非常非常的恐怖 所以他用Apocalypse Now 前面就是漠视 后面就是当下 他就提醒我们 我们当下所处的 这个阶段 是危机深重 是我们所有人 都面临的一个 整个世界 即将失控 即将毁灭的一种趋势 那哈拉维可能 还只是表达 他自己的一些 有节制的 有保留的一些焦虑 但是你看 在很多学者这里 这个未来就变成什么 Becoming Nothing Becoming Death 甚至 我忘记这段话 是谁说的 是那个谁 就提出Necropolitics 就死亡政治的那个学者 有点忘记 所以他就说 他说人类历史 它不是生产性 不是说人类历史 从过去到未来 从前面一个阶段 到下面一个阶段 是不断产生出新的形态 是生生不息 是绵绵不已 是创造不已 不是这个 他说人类历史是什么 就像是人类 从出生到死亡 你从出生的第一次 第一生 这个蹄枯开始 你就开始走向死亡的蹄 那坟墓 所以整个人类历史 实际上是不断走向死亡 走向毁灭的一个 单向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是坏死性的 不是生产性 你不是变得越来越强大 你也不是变得越来越丰富 相反 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 随着你的岁月的延续 你是一步一步的 在走向最终的死亡 跟灭绝的深渊 从人类的个体来说是这样 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 也是这样 所以人类的未来 其实根本谈不上美好 也不是乌托邦的前景 人类如果有一种未来的话 那只有一个前景 就是终极的死亡跟灭绝 所以在这里 它用了necrotik 它是坏死性的 就是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 好像不是科普 回去查一下 我有那篇文章 你可以查一下 我那篇文章 就是在 新美术 就如何凝视动物 我在那里面谈到了这个观点 不是不是 嗯 对对对 我用我的 这个同学谈得非常好的 已经看来是真的看资料 对于科普后来也有这个观点 但科普 他科普莱克 他谈的实际上比这个 Becoming Death 要更为深刻 就是后面这个 没了吗 After Extinction 我们先看这个 科普也有本书 他后面写的就是Post Human Death 后人类之死 对 这个同学谈得非常对 他也是把这个死亡 或者漠视当成后人类 非常重要 必须要去执念的 一个根本的主题 所以 这个死亡 就变成了纠缠着后人类 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然后后面 我们居然看到了一个 舒文华式的后人类的奇迹 因为大家都知道 舒文华 当他写那个 世界作为表象跟意志的时候 他全书的最后一个关键词 是Namana 是涅槃 他就告诉我们 整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整个世界背后 就是被一个 盲目的黑暗的意志推着 所有的一切 都是灭亡 它只有一个 终结的黑暗的深渊 所以作为人类 唯一的拯救的方式 就是要从这样一个 人类历史的过程里面 去斩断它的 这个线性的精神 去瞬间地去超越出去 就像涅槃一样 当下去斩断你生命的过程 去实现一种垂直的 审美式的 哲学式的洞见 去认识这一切都是 毫无意义的 所以 后人类的 后人类学者 他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实际上是充满着一种 舒板华式的 对整个世界的悲观 技术给人类带来的 就是这样一个 否定的 黑暗的毁灭式的未来 所以抱着这样一个眼光 你会发现很多 其他的后人类学者 他会觉得 那么既然是这样 既然后人类就是 Apocalypse Now 当下即末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想 过去跟未来 它其实 完全有可能 它不是一个连续的 发展或者进化的过程 过去跟未来之间 它可能就是断裂 二者之间 就是一个深深的 一个横沟 所以后来 Rodden写了一本书 叫做Postumal Life 后人类的生命 到底应该是什么 然后你仔细看一下 他的书的副标题 跟他封面上的这个话 非常具有含义 比如这本书的副标题 叫做 Philosophy and the Edge of the Human 就是人类已经到边缘 人类已经马上要面临 它的毁灭的深渊了 看到吗 The Edge of Human 就再走下去的话 人类就将不再为人 就后面 我右边这句话 Ceases to be Human 你不要以为 未来还是人类的后裔 完全不是 当你看到未来几十年 或者说几百年之后的人类的时候 你可能完全认不出来 它跟你是同一种生物 它跟你分享 同一段进化的意识 完全不是 当你看到未来的孩子的时候 你不是在照镜子 你是在看一些怪物 你会觉得 它们是恐怖的 它们是令你焦虑的 它们不是你自己 延续到未来的各种各样的 descendants 后裔 所以这本书 这个封面 那一看也非常 具有深刻的寓意 对吧 你看这封面是什么 都是一些前辈 老人 然后他拍的一些 非常老派的照片 有点像是 本亚明的摄影桥时 的照片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些人都没有脸 他坐在那里就像什么 就像是死去的幽灵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 当我们从未来的人类的角度 去看我们今天的人类的时候 当未来几百年之后的孩子 看我们今天 我们这些人的时候 就像是看那些死去的幽灵 就像是残存的 珊瑚礁的这个躯体 就像是看 那些已经化为灰烬的人类历史 各种各样的ruins 各种各样的残迹 所以过去跟未来之间 根本不是连续 它就是断裂的 经过这个技术的变革 大家注意他用的是 Alteration 在英文都熟悉 对吧 在英文里面 当你用Alteration这个词的时候 他强调的是什么 是一种极端的变化 它不是单纯的Change 它也不是单纯的Transformation Change是什么 是连续的变化 Transformation呢 是形态的变化 Alteration是什么 是性质的根本性的质变 所以Roder用这个词 就是提醒我们 人类在后人类的这个阶段 它完全可能进入到 下一个全新的阶段 它不是Post的 它是No 它用下面这个词 就是No Human 就是跟人类根本蛮 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是人类的否定 它不是你的延续 不是你的后裔 不是你的镜像 不是你的发展 它是你的断裂 它是你的否定 它是你的超越 它站在你的面前 要么是天使 要么是魔鬼 但是唯一一件事 它是你不能理解 未来的生物 未来的存在 你不能理解 不能预测 也不能掌控 甚至无法跟它沟通 就像是大家非常喜欢 那个电影《降临》 对吧 你面临未来的时候 就像是那个女科学家 面对那个九字头 他说的那个图形 你能认得出来 但他说的是什么呢 他在谈你 谈论人类的未来 但是他说出来的人类的未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无法破解 无法理解 所以这个时候 人类发展到后面 像Rodan 或者说 Ascolker这些人 他们所提出的一个 叫做从后人类 到非人类的一个转向 从post-human 到non-human的一个转向 那么由此 就可以提一下 刚才这个王英同学 他提出的这个 非常重要的Corebrook Corebrook后来在 post-human death 后人类之死这个文集里面 他开篇的第一篇文章 这个标题就叫做 Extension 就叫做大灭绝 但这个灭绝 并不仅仅是 在物种地上的灭绝 相反他提到的是 人类 作为一种整体的历史 作为一种整体的 生存的形态 他面临的自己的一种edge 已经推到了自己的极限 跟边缘 所以后来像格鲁辛这些人 他们是真正的 就彻底从后人类 已经转向非人类 所以他们把自己的这个书的标题 就叫做 The Non-Human Turn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后人类 已经不够彻底 已经不够极端了 我们干脆就做的 这个叫什么 毅然决然一点 觉醒一点 不要再留恋什么后人类 那里面好像还有一些 对过去的 一些温存 怀旧 记忆 不要 直接跳到非人类 就整个这个世界历史的未来 宇宙的未来 跟人类是全然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在前面就应该用一个 彻底的 否定的前缀 Non-Human 所以发展到这个阶段 你会发现后人类 其实已经走不下去了 因为他自己的所有那些 他自己比较熟悉 比较坚持的理论立场 在非人类这个趋势面前 已经完全都土崩瓦解了 好 然后你如果觉得 后人类这帮思想家 不够深刻的 那我再以一个 深刻的思想家 来进行一个佐证 那就是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 利维纳斯 那利维纳斯他也谈到未来 当他谈到未来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希望 没有任何的信心 他既没有认为 这个未来是一种 连续的发展 同样也没有在 考古学的意义上说 未来是来自过去的前 没有 他说的恰恰就跟 Corebrook 跟古鲁星 甚至跟 Arthur Croke 跟那个David Roden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他说未来是什么 未来就像是 彼岸的死亡一样 他让他带来的 就是那种未知 就是他意 而且是一种 绝对的他意性 绝对的他意性 就是我们根本 没有办法去理解 那个未来到底是什么 我们认不出 我们变不明 我们也无法理解 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他就撞过来 他就在那里 而且他以加速的速度 不断的向我们当下 去撞击过来 那么当你面对 这样一个比安的死 这样一个他者的 未知之物 这样一个绝对的 他意性的时候 你如果在你身上 如果有一种真实的体验 那么肯定是什么 绝对不会是快乐 不会是希望 不会是信仰 那只能是创伤 痛苦 跟极端的绝望 所以我们看到 后人类 为什么后来会到非人类 为什么后人类原来非常充满希望的一些立场 在非人类那里会产生出一些绝望的一些情绪 那就是因为到最后 当no human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其实在他们的思想背后 这种列文大斯的否定性的 这种回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所以这也是 我读了列文大斯之后 其实他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我就想一想 那么后人类可能 也可以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否定性啊 断裂性啊 苦痛啊 或者创伤这个角度来诠释 这就是我讲的后人类电影 我开始研究后人类电影的一个 鲜明的一个导线 所以呢 可能我这几篇文章写的比较久啊 可能是 我想张望静 张望静 这篇是什么时候写的 可能是三年前还是四年前的 16年吧 还是18年 我忘记 是发在那个小微的电影星座上面 对啊 我非常感谢小微 这是我写的第一篇 我自己非常满意的论文 也是我至今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篇文 虽然很多人不这样认为 但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篇 这篇我写了大概三四万次 然后小微也非常的慷慨 慷慨地赐予我版面 然后发了上下两期 把这篇文章都发出来 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在这篇文章里面 谈到疯狂这个概念 我也很喜欢 包括他谈到的四部 女性主义的电影 也是我自己反反复复看过很多遍 像《降临》 像《极寒之城》 包括像赛龙 也是我非常喜欢 女神级的演员 所以我就是从下面这几个 不同的关键词 来引入我对后人类电影的 一种思考 所以我这几篇文章都写的比较早 所以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当时一方面 大家对后人类还不是很熟悉 而且即使是大家对后人类熟悉 大家也不会从我这个角度去理解 当时你想想 中国连谈那个 媒介考古学的人都没有几个 然后我已经超越考古学 开始谈那个锻炼 开始谈No Human 所以当时学界对我这个想法 是非常非常地陌生的 甚至是非常默意的 非常冷漠 可能直到今天才会有一些学者 我参加过几次会 才看有一些年轻的老师 或者同学开始谈锻炼这个东西 但是在几年之前 大家刚刚开始接触后人类 后人类哲学 后人类电影的时候 可能真的没有几个人会认同 我的这一番非常疯狂 非常占望的论述 确实是这样 那我就先和我的这几篇文章谈一谈 我是怎么样在后人类的电影里面 去实现这个第三种 也就是断裂 这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主题 所以我这些文章既不是谈论后作为延续的进化 也不是谈论后作为过去的考古 相反我真的是要强调 后人类就是一个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个断裂的 创伤的苦痛的这个中间期 或者深深的一个裂痕 在这个裂痕之中 电影表达出来各种不同的情感或者体验 这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比如说在后人类电影里面有一种疯狂 就机器发疯了 它对人类构成了一种 你没有办法理解的威胁 还有就是人跟机器之间 发生的各种各样各种形态 各种不同规模跟程度的残酷的战争 这也是我关注的一个主题 还有就是人跟机器之间可以不疯狂 也可以不战争 我们可以相互的交配 我们可以相互的杂交 真正的未来就是说 我们放弃彼此的相互的敌意跟冲突 我们就在一个未来的数字的空间里 或者未来的生命的网络里面 我们杂交在一起 我可以跟机器做爱 我可以跟机器生出机器宝 或者人机宝 无所谓 所以这个叫做感染 感染 就是把这个机器 就像我们今天谈病毒 对啊 我们也可以跟它共生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病毒 当成是人类的未来 整个这个未来 就是人跟病毒相互的交织 相互的演进 这也是一种可能的视角 但是呢 单纯的从疯狂啊 或者战争 或者感染的角度 会觉得还少了一点什么 少的是什么呢 少的就是人的体验 虽然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去谈论人和机器之间的复杂的关系 但是在这个关系里面 在人类从物质性向信息去转变的时候 当人类去面临一个基点来临的这个时代的时候 你可以畅想各种各样的技术的可能性 但是在这个过渡期 在这个阵痛期里面的人类 它的感受是什么 它的体验是什么 它的喜怒哀乐是什么 它的悲伤跟快乐是什么 对吧 有没有人把这个眼光去投 投向这个人类本身 就像我们这个阶段 我们这个假在过去跟未来阶段的 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 活生生的生命 当所有的变化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feeling到底是什么 我们真实的真情实感的体验到底是什么 这个好像很少有电影学的学者 包括后人类的学者去谈到 所以呢 我在我的第四个方面就谈论触矩 haptic 就是影像怎么样去touch我们 我们又怎么样去touch影像 反过来 说啊 就我们要怎么样通过touch影像 这种非常肉体的 非常亲密的关系 去理解人和影像之间 那种既战争又亲密 既交合又冲突的关系 所以这是我的第四个方面 当然第四个方面 我这段时间 前段时间都讲过了 包括在 在浙船那个会上 我也讲了这些文章 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讲 就不重复过去的东西了 所以呢 我接下来重点谈一下 前面的三个主题 就是机器 疯狂的机器 人机的战争 跟人机之间的杂交跟感染 这个三个主题 好像我讲的也不多 所以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我总结一下 我一开始进入到 电影研究 或者说后人类电影研究的 一些主要的关注 前面三个 那第四个我就不讲 我稍微提一下 我们先说第一个 疯狂 那关于疯狂呢 其实 这个文章我就不谈了 因为特别长 大家先看这个表格 这是我概括出来的 在文章里面也都有 关于疯狂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 三个不同的角度 或者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解 第一个呢 就是机器本身 它所面临的疯狂 就很多人会觉得 那机器就是 推进人类发展的力量 那机器就是进化的力量 就是加速的力量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机器它其实 并不是一个 非常完全逻辑的 非常清晰的 这样一个代题 相反 机器经常会出错 甚至机器经常会发疯 最典型的形象 就是库布里克 对吧 漫游太空 你跟机器去沟通的时候 你平时是很畅快的 它都是一个 很听话 很乖的 一个用人也好 或者说一个宠物也好 一个工具也好 你想实现什么目的 它马上就来 服务你 来服从你 对吧 比如这个手机 你发个消息 它马上就发出去 打一个文章 这个键盘叮叮当当的 配合你这个 手指的操作 但是在库布里克 那个电影里面 最后 对吧 当那个两个 这个宇航员 去跟那个哈尔 那个电脑 去对谈的时候 对话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 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 就是你跟它没有办法 它不理解你 它拒绝接受你的任何的指令 所以大家在谈论 人际关系的时候 可能会忽略 忽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机器 它并不是一个 完全清醒 完全清楚的存在体 它包含着一种 发疯失控的可能性 当它发疯 当它失控的时候 它就挣脱了你 所有人类 赋予它的逻辑 赋予它的操作的方式 甚至它完全 挣脱了人类的掌控 挣脱了人类的理解 当机器发疯的时候 它就展现出 它完全没有办法 被理解跟操控 全然不同的 另外一个方面 the different aspect 所以从这个方面 我是从机器这个角度 我先阐释了一下 电影作为一部机器 它是不是也有 发疯的可能性 那么它跟这个发疯 可能性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借用了像那个 那个谁 麦斯啊 包括像还有谁 他们谈到 那个cinematic apparatus 电影装置 电影机器 包括麦斯 他谈到电影 作为一部机器 它既有内部的方面 也有外部的方面 从内部的方面来说 电影的机器 是各种各样 比如说叙事的机制 视听的语言 但是从外部的方面来说 电影的机器 就像千高原的开篇 所说的 就像文学的机器一样 它是跟这个社会上面 的各种各样的机器 政治的机器 经济的机器 战争的机器 都卷在一起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电影的机器 也是错综复杂的 被定位在 整个社会的场域之中的 那么它如果是一部机器 那么它就跟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machine一样 它也有发疯 它也有becoming crazy的可能性 那么这是审视 电影发疯的 跟疯狂之间的 第一种关系 第二种关系呢 就是我们回到 这个人类身上 去接受影像的 这个器官 也就是我们的感官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大脑 我们通过眼睛 看到屏幕上的影像 我们通过大脑 处理这些影像信号 我们通过身体 去对这些影像 去做出反应 对啊 比如你看这个大片 迎面一个车 去转过来 你在椅子上面 下意识就会往后 这都是你的身体 跟影像之间 直接的啊 物理的 甚至生理的关系 所以谈论这个疯狂呢 并不能仅仅停留在电影机器这一边 客观的 冷冰冰的机器这一边 你还要去想一想 这个疯狂的电影机器 能够在人身上 去激发出什么样 疯狂的生理 跟这个身体的反应 来注视生理 不是心理 心理是我谈的第三方面 所以这就涉及到 我在第二个板块 在今天第二个板块 会谈到的这个大脑电影 这里先不展开 但是呢 你会发现在这里 有德勒斯讲到 那个大脑电影 有后来像Paul Pistols 他谈到的 Neural Image 神经影像 这都是强调 在一个数次的时代 电影机器 已经不是单纯的 只在屏幕那边去运转 相反用Pistols的话来说 电影作为影像 它直接的 跟你的神经系统 是连接在一起的 它可以不断地 去改写我们的大脑回路 比如电影是一种 真实作用大脑的一种方式 就像雪崩 那个小说里面写的一样 电影可以像病毒一样 它可以钻到你的大脑里 去改变你所有的 感知认知的模式 雪崩这个词不就是一种病毒吗 当你看到二维码的时候 你的大脑就像是什么 被洗脑一样 就完全变成电脑的外体 这个电视机上面的雪花 所以当那个影像发风的时候 它也会给我们的身体跟大脑 带来各种各样疯狂的刺激跟反应 那么由此就导致了 大家非常熟悉的 德勒斯这个概念就是Effect 什么叫做真正的疯狂 疯狂就是人类身上那些情动 开始从我们这个器官或身体里面 去挣托出来 变成无器官的身体 变成情动的生成跟灵动 流动 流变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或者说第二个方面 我们去理解电影的疯狂之间的关系 它不再是机器 相反它跟我们的身体跟大脑 连接在一起 然后最终释放出来的是那种 无器官的情动之力 Effect 第三个呢就是说 第三个是很少有人谈 所以我是说第三个才是我这篇文章 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也是我觉得很多后人类的 这个电影学者 甚至包括很多后人类电影导演 他所忽略的一方面 就是我们谈了那么多的机器 谈了那么多的大脑 什么神经啊影像 我们唯一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人是有体验 人不是仅仅是一个身体 人也不是仅仅只有一个大脑 这块肉 它不是一块meat 相反人是一个主体 什么是主体呢 他可以反思自己 他可以体验自己 甚至他可以进进步去选择自己 操控自己 主导自己 对吧 所以人除了被机器控制 人除了是一个大脑之外 他还是可以是一个自主 自律自控的一个主体 他还是一个subjectivity 所以这个方面 我真的很少看到有学者 就是在后人类这个领域里面 有学者会谈到主体性 谈到体验这个方面 所以我为什么从这个角度来入手 包括我今天还在谈主体性体验 就是我觉得后人类里面 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盲点 绝大多数的后人类的学者 绝大多数的后人类的电影 都有点对这个体验这个方面 有点忽略 所以我后来在这个文章里面 具体我就不展开了 我在这个文章里面谈到了一个 当代法国哲学里面的一段公案 也可以算是一个著名的段子 就是福科跟德里达之间的这个争论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福科最有名的一本书 就是古典时代的疯狂史 对也有主体推移 或者用那个谁 南希的话来说 就是after subject 南希他编了一本文集 他就梳理了一下当代法国哲学 是怎么样一步步的开始清理主体的 否定主体 这个就不多说了 我写了太多了 今天我们不是讲主体性 我们讲电影 那么当代法国哲学里面 有这样一个公案 就是福科写了古典时代的疯狂史 然后他把那个古典时代疯狂史 这个开篇或者开关 就放在那个迪卡尔 第一哲学陈思集里面 因为迪卡尔在那里讲到了发疯的可能性 发疯跟做梦之间的重要的区别 就是crazy跟dreaming 大家注意 这个很重要 这是我这个整篇文章的一个贯穿的线索 所以呢 我就是从梦跟疯狂这个区分来入手 去谈一谈 到底是疯狂还是梦 哪种力量 能够引导人 能够引导后人类 不是走向apocalypse now 不是走向灭绝或者末世 而是能够反攻自问 反身自行 甚至自我体验 自我触摸 自我思考 自我选择 能够真正回到自身 作为一个独立 自主自律的一个主体 在一个万物皆流的时代 在一个一切信息化的时代 在一个大数据跟网络的时代 怎么样 你能在这个网络跟流动之中 能够找到或者保持自己的位置 能够像这个黑色民乱的最后一个镜头一样 能够在你跌入万丈深渊之前 在悬崖的边缘 能够悬崖勒马 能够去维持自己那一点点的清醒 所以这是我在这里 最终我是从疯狂 然后退回到梦 因为福科跟德里达 恰恰就是代表这两极 德里达认为哲学应该有风劲 哲学就应该冲出去 应该突破自己的边缘 去拥抱黑暗 去拥抱深渊 去拥抱那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力量 拥抱外部 拥抱后人类 拥抱基点 但福科就认为那不行 因为如果你丢入深渊的时候 你人都死了 你人都失控的话 你还怎么思考 对吧 你拥抱基点也可以 但是基点力量不是你控制 所以人身上真正人能控制 是你自己的思考 是你的thinking 所以福科认为 真正重要的能够把人塑造为一个主体的 不是疯狂 而是梦想 而是dreaming 通过梦 人一点点的转变自身 一点点的推进自己 然后呢 实现了对自身的一种转换 但是呢 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之中 每一步他都没有失控 他面临着失控的边缘 但是他总是可以回来 他面临那种加速的 或者基点的力量 但是在这些力量的面前 他总是可以去确证 自己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主体的尊严跟自律 所以这是我在这篇文章最后 为什么要谈福科跟德里达 甚至谈到张望这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我今天还是觉得非常好的 那很多人 我也看过很多的这个文章 有学者认为这个应该有点风劲 电影影像就应该冲出去 影像就是应该拥抱技术 拥抱未来 但是呢 我今天还是站在福科这边 我可能认为电影 可能他作为这个梦工厂 作为Gin这个源头 可能比疯狂这个机器要更为重要 这个确实也是 我对整个电影史的一种 独特的啊 另类的一种概括 因为电影史确实是从梦开始 然后越来越变得疯狂 对吧 之前我们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 经常把电影叫做什么 Dream Factory 梦工厂 造梦的机器 但是今天呢 我好像越来越在德罗斯意义上 把电影当成一个疯狂的机器 勤动的机器 生成的机器 甚至神经影像 时间影像的机器 所以呢 我是觉得 是不是能够 不要那么太疯狂 能够从疯狂的边缘 保持一点 清醒的自尊 在疯狂失控的边缘 稍微拉坏了一点 用梦想的力量 用梦的力量 重新去确立起 足体性的森严 跟未知 所以我是最后得出的结论 就是电影 或人类的电影 不应该是作为一个疯狂 失控的机器 而是应该作为一种什么呢 作为一种梦想一般的训练 训练什么 训练去成为一个主体 就像是我引用很多次的麦茨 在他的想象的能指中的一句话 麦茨说 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两个主体 一个主体呢 是被催眠的 一个主体呢 是在催眠的主体下面 保持清醒 大家可以想想 当你坐在电影院的时候 你眼睛大蒸着 圆蒸着 看着屏幕上面的各种 别人的这个故事 别人的演出的时候 你是被催眠的 你是这个义无反顾的 沉浸式的 被吸引到 整个这个剧情之中 虽然那个故事 跟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也不是主角 你也不是导演 你也不是作者 但是你就觉得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你就被它吸引 然后一点点的 从头看到了 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你是睡眠的 你是sleep 你是ersleep 就保持着 昏昏欲睡的状态 但是麦斯是说 在这个昏昏欲睡的 ersleep的主体下面 还有一个awakening 还有一个觉醒的主体 他在审视着 他在反思着 他在想着 我到底在看什么 这个电影跟我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是不是应该 去被这个影像 所俘虏 所操控 我是不是还在 看电影的时候 应该想想 我为什么要看 或者是我在看 而不是我在被看 所以这也是 我为什么要用梦 而不是用疯狂 在做梦的时候 人还是有可能醒过来的 但是在疯狂的过程里面 你还有可能 最终控制自己 你都疯了 你怎么控制自己 所以这篇文章 我觉得 所有的要点 我今天还是在坚持 我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在研究 在坚持 虽然这篇文章 看的人很少的 我写那个 元宇宙的文章 已经几千下载了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 不能理解 但是像这篇 我自己很喜欢的文章 基本上没有人看 也没有人引用 也没有人过来问我 但加强这篇文章 它里面所有的要点 都是我今天 包括后来 一次一次的 用各种的 在各种的文章 用各种的主题来阐释 所以这是我梦开始的起点 我稍微讲几个作品 然后我们就休息 那么你不能光讲理论 这个也要谈一些具体作品 而且只有在具体的作品里面 你才能够去展现出 就是这个梦 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训练 而且你要把梦 跟其他的 不同的 这个电影的形象也好 或者说人的 后人类的体验也好 把它关联在一起 你才能够知道梦 是一种怎么样的 后人类的主体性的体验 那我在这里呢 你看这个表 这个表是 对吧 大家一直到 这个是活生生的 又是在抄袭海尔斯老师 只不过呢 我稍微改了一下 这个四级 但这个四级 跟海尔斯是完全一样 但只不过呢 我把这个垂直 这个轴 把它换成了符刻 用粘望这个东西 用符刻的 那个疯狂识里面 粘望这个东西 重新改写了 海尔斯的那个 四级的表格 所以我多少 也是有点创意 虽然我只是做了 那个 Copy and Paste的工作 剪切 拼贴的工作 但是通过 这样一种拼贴啊 通过把海尔斯的后人类 跟符刻的这个 疯狂识 把它拼贴在一起 突然发现了一些 挺有意思的一些地方 就像在这里 我们可以稍微说点题外话 大家都博士了 那就是关于电影研究 其实可以有不同的事项 就一般大家学的都是 比如说类型分析 视听语言的 电影史导演论的 但是呢 其实你如果回到 今天我用讲的是前沿 你如果看一下 近十年二十年 英美啊 或者欧陆的电影研究 你可以发现 电影史这个研究 是在衰落的 包括我之前 真的遇到高款老师 上大的一个老师 研究电影 他是加州电影学院 是不是成球最好的 他说他在那里学习的时候 大家已经不用电影这个词了 已经不用Cinema这个词了 已经不用Film了 而他说所有今天 对电影的研究 都全面的转向 比如说影像啊 或者媒介 他是把这个电影 放在更大的媒介 转变或者场域之中 所以关于电影的研究 其实也是这样 对啊 他可能会有一些 新鲜的一些视角 比如我在这里引入的 后人类的视角 甚至比如说 大家看左边 左边我引入的 就是文学的这个视角 那就是我画这个表格的时候 并不仅仅只是参考 后人类的哲学 包括后人类的影像 那些媒介的可能性 相反因为我自己对文学史 尤其女性文学史 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这本书看的非常多 而且是我极为喜欢的一本书 也很推荐 所以后来我这篇文章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屏幕上的风 就是完全就是抄袭这本书的标题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文学的研究 把它纳入到电影之中 所以这个电影研究本来就应该是 又一个词来说 就是expanded 就应该是拓展的 它完全可以借用不同的方法 打开不同的领域 从电影出发 对吧 从电影这一集出发 把它打开不同的项目 跟哲学跟文学跟历史 甚至跟媒介 建立起错综复杂的 开放性的联系 那么大家看左边 这是这个英美研究 这个17 18世纪 应该是吧 我忘了 研究那个英国文学的 非常代表性的一本作品 但是呢 它的切入口不是去研究 女性的形象 它研究的是疯女人的形象 所以就跟我研究 这个屏幕上的疯女人的形象 是非常契合的 而且呢 最重要的就是 它在这本书里面提出的 女性疯狂形象的两集 一个是怪物 一个是幽灵 这个是对我 我来说有巨大的启示 所以我就把这两集 放在我这个表格里 左边跟右边 右边我重点谈的是 赛罗的几寒之城 在这个几寒之城里面 你看到这个女性 真的是生成怪物 因为她生成她 本来不应该有的样子 她把她所有那些邪恶的 不可控的力量 强大力量都把它展现出来 这是种比抗 幽灵是什么 是被排斥的 是被否定的 是被压制的 是被遗忘的 是你虽然活着 但是大家已经忘了你 你穿行在世间 但是你没有尸体 你只是影子 这个就像这个 使女的故事里面 对吧 那些所有的使女在街上 都要蒙着脸 戴着头套 你在她房间都不能 待在有光亮的地方 你要躲在柜子里 对吧 你要贴着这个阴影 墙根去走 所以这两个形象 对我的启示 是非常非常巨大 我也带着这两个形象 重新的去思考一下 在后人类的时代 女性可以去怎么打开 不同于这两个维度的 一个是梦 还有一个是疯狂 所以我就简单的过一下 因为这个电影大家都很熟悉了 比如说 吉安之城 那我就不看 不放那篇了 我非常喜欢看了好几遍 但不是大屏幕了 大屏幕是不是没有放过 但小屏幕看起来也很过瘾 尤其大家 大家看这个电影 最触目惊心啊 或者最难忘的是哪个场景 是不是就是那个赛楼 那个长镜头 就完全没有剪辑的 从楼上打到这个楼下 而且真的是赤身 不是赤身逻辑 就是真的是赤手空拳 然后用真的是 一拳一拳打过去 招招见血 然后拳拳见肉那种 就他跟那些男性的 就非常魁梧的特工 真的是就拳脚相加去打 所以这个场景 是让我认识到 他不是单纯的 像我以往看那些 剑的电影啊 或者女特工的电影 就女性在这个电影里面 不是用诱惑 不是用他那些女性的特征 去征服男性 相反 他是展现出一种 连男性都没有办法去驾驭 去掌控一些怪物 暴力跟强力 尤其就是那一节 大概从楼上打到楼下 我估计至少五分钟有了 然后最后是什么 最后一直打到 那个电影院的 然后那个赛龙 被那个人打到 这个屏幕里面 这个屏幕都破了 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打 这个打到最后是什么 他穿破了这个屏幕 他把那个屏幕 这个物质的实体 都把他撕裂了 就女性的力量 已经强大到什么 强大到他 强大到他可以把电影 这个屏幕 这个载体都撕裂了 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 女性就Becoming Monster 生成怪物 这种力量 非常非常的 令人触目的惊心 而且也是达到了 一种艺术性的极致 当然了 在这个电影里面 女性也并不仅仅 只是怪物 因为在很多的场景 尤其在酒吧那场景 你就看这个赛龙 它也是展现 女性魅力的各种 特征 所以这就回到 就电影史上 大家非常有名的 一个说法 叫做Fan Fatal Woman 就是蛇蝎美人 它既是 这个蛇般的这个诱惑 又是蝎般这个 不辣的 所以它既是怪物 其实又是诱惑的力量 它既是seduction 又是destruction 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 这个生成怪物 这个形象 可以说是交织的 非常的完美 然后我们到右边 左边这一集 右边这一集 那你看到这个 十米五十也是同样 它虽然展现出来的 不是怪物式的 去突破 现有的各种各样的 边界跟秩序 但是它是把这个女性 那种阴影的 苍白的 被压抑的 被遗忘的形象 把它展现到极致 这个电影里面 尤其是第一季 后面两季都不用看了 好像现在已经拍到第五季了 我都不知道 能够烂到什么程度 不多说了 在第一季里面 有一个场景 是令我至今 记忆犹新 就是这个 这个使女 她后来是躲在 这个柜子里面 通过这个柜子 看到 拉起来窗帘 这个房间 从那个窗帘里面 去露出一点点光线 然后那一点点光线 照亮了 她在柜子里面 那个幽暗的角落 所以这就是幽灵 真正的这个形象 就整个世界 都已经遗忘了 在整个的男性的世界里面 女性是完全没有 任何的形象跟地位的 但是呢 她就通过自己的挣扎 然后看到了 那一点苍白的光线 照到了她自己狭小的 这个角落 所以幽灵跟这个怪物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形态 怪物是展现自己的力量 去突破边界 幽灵呢 是完全回射到内心 然后有一种 封闭的状态去对抗 整个这个世界 对她的压迫跟歧视 那么由此就引入到 另外两个 两极 对吧 一个是降临 一个是 the gang girl 就是消失爱人 这档机打开 就是在福克那里的 两个不同的这个维度 一个维度就是下面 消失在爱人那里 那其实是一种 我们就前面这个否定性 或者疯狂 作为非存在 这个是福克那里的一个说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都看过这个 但是如果我问你 就是这个 夫人或者 Tate这个wife 她到底为什么要杀她的 或者说 为什么要对她的 这个丈夫进行报复 为什么要犯下各种 看似 那些发指的罪行 最后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人说得清楚 那个小说我也看过的 因为那个 那个小说叫 富林吧 对 那个作者叫什么 我忘记 我把她那几本小说都买了 她后来还有一本小说 叫做那个 Sharp Object 利器 那个利器后来拍成了美剧 也是非常棒 利器这个美剧 这个女主角 就是后来下面 降临这个女主角 好 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 富林那小说 写的都很棒 非常非常棒 然后你看这个 肖世代人 你就会想各种问题 就是她为什么要 伤害别人 为什么要报复 她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 或者别人对她 做了什么样的 不公正的行为 你完全是不知道 你有各种猜测 但是最后没有答案 所以这个女人 就像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就像是一个空洞 她拒绝着你的所有的解释 那么由此就跟前面这个梦幻 梦幻这一起构成的 先例一种对照 因为在梦幻之中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电影的最后 这个妈妈 或者说这个女性的科学家 绝望小镇还有一个 对还有她的第一部 第一部就是那个写那个女杀人 那个杀人犯 就是那个小孩 然后跟她哥哥 那部叫什么来着 那部叫角落是吧 Hidden 隐藏 隐藏 那个非常非常棒 那是她的处女作 弗林那角色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们看回来说这个将冥 所以在将冥最后呢 其实她加了一个 那个小说里面没有 你看那个小说的最后 其实这个谜底 还是没有揭晓 你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能够洞察未来 对吧 但是到那个影片的最后 这个母亲 她有一个托梦 像东方一样 她通过自己的 这个做梦的经历 然后解释了整个的 人类历史未来的发展 包括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是怎么去爆发 跟中国的将军的对话 这个小说里是没有的 但是呢 她通过这个梦幻的语言 通过追命的语言 她最终对人类的未来 进行了一种安慰 她告诉我们 我们通过母性的气质 通过女性的想象 可以把人类未来那种恐怖的 速差的焦虑的那种气质 整个那种危险 把它淡忘掉 甚至把它消化掉 把它变成一种 重新笼住在 女性光环之下 一种温柔的未来 或者我们人类能够 去带着一种温柔的体验 去趋向未来 具体细节我就不展开了 所以呢 这个是我四部对 后人类电影的解释 它都是围绕疯狂这个主题 然后在极端的两集上面 我看到 生成怪物跟被压抑的幽灵 但是从哲学这两集来看 我们是看到疯狂跟梦之间的一个对峙 疯狂 也就是德里达这一集 跟梦也就是自行这一集 那我不是说这个降临拍得有多好的 但是降临给我们带来的 一个最大的启示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梦想的语言 重新的去唤醒人类对自身的一种反省的认知 而不是像消失待人一样 所有的人都跌入到那个没有办法去离遇 没有办法去掌控跟认识的一个未来的深渊 相反我们可以通过做梦的方式 重新让我们去归属于未来 虽然那个未来不再归属于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样一种梦想之中 重新成为一个后人类的自律的自控的主体 当然因为它是一个梦想 所以它是脆弱 但是它脆弱 所以也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呵护的 所以你会发现像很多后人类的电影 包括后人类的哲学 包括后人类的理论 为什么都是要么是女性哲学家 要么是女性导演 要么是女性演员 要么是女性主题 就真的是在后人类里面 这个女性她开始成为一种主导性的 这个是人类历史之前的几千年前所未见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想想 后人类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主题是 就是life 就是生命 那么在所有的人类之中 对生命有最强烈的体验 对生命有最强烈的关怀 什么呢 就是是女性 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从女体里面 都是从母体里面去诞生出来 只有女性才对生命有最强烈的关怀 跟体验 对未来有种最深刻的 一种延续也好 或者焦虑也好 所以不是说这个后人类 它是一种女性主题的哲学 而是说女性 她的这个体验跟生命的这种感受 能够跟后人类的哲学 更强烈的产生共鸣 所以这个我在文章里面也解释了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去谈 重点谈这些后人类 女性电影的这个原因 好 这是第一个方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抱歉 宇慧休息一下 咱们休息15分钟吧 我这个哲学讲起来就太啰嗦了 抱歉 休息15分钟 对 好好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